直击财经热点把握新闻脉搏 观众朋友好 欢迎来到财经会演节目 我是李源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外席视频会落幕 业界评论拥抱熊猫派影响 中国运输成本飙升 日常用品全面涨价 调查显示 近八成中国年轻人不想生育 富人想外逃 比较索开门 学者担忧政治干预资本 美国十月份零售额增长1.7% 标志假日购物季良好开端 马斯克出售特斯拉股票 美国媒体认为纳税不是唯一原因 美中首脑虚拟峰会 在11月15日晚间结束 在多个小时的会谈中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政治经贸等方面的谈话 对于这个问题 资深评论人士唐靖远对希望之声表示 他认为本次会谈前 美国政界的拥抱熊猫派言论 一定程度上对美中谈判的基调造成影响 但是十分有限 这种影响是有的 但是它感觉比较有限 这么说吧 我们知道中美之前 那个不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吧 有一个那个贸易协议 中共它其实是没有兑现的 它只完成了大概刚刚一半多一点 这差的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政府 如果说要再按照川普时代 签署了这个协议的规定 就中共它没有完成这个协议的话 美国是可以有权 单方面采取一个处罚的这样的行动的 而且中共是不得进行报复的 当时我记得是有这样的一些条款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政府 并没有提这方面的这个话题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对中共进行惩罚呀 还是怎么的 反而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戴琪 就是这个贸易代表 他还表示说是可以跟中共继续的进行谈判 而且谈判还取得了一些进展等等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从美国这边 我们美国政府吧 就现在拜登政府 我觉得看起来他们是有这样一个考量 就是他们目前至少 暂时在目前这个阶段 没有打算要和中共在贸易领域 再一次的这个把这个贸易战 或者说是现在我觉得可能拜登政府 他暂时至少现在他不想这样做 我觉得这样做可能他也是用 主要是因为现在美国国内的经济自己 拜登自己他对这个经济搞得也是比较糟糕 他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把握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尤其是美国在事实上 在民生领域的很多的这样的贸易 他其实还是比较依赖于中共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出于这种考量 唐靖远认为本次美中首脑谈判 不会改变美中之间 目前在科技等领域竞争的基调 现在这个拜登政府他是把中美之间的竞争 重点可能是集中在意识形态和科技这些领域 就是贸易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他可能会暂时维持现状 大体上吧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这个现在拜登政府 一个是对华为中心是吧 这些科技上面的这种围堵和限制 它依然是在继续的推进 同时呢 现在甚至美国这边已经有开始关注到 就是说美国资本 对这个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尤其是芯片这个产业的投资 这个上面的问题 都在美国都在开始 就是引起重视 就是可能要加以限制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的趋势 它是不会变的 受封锁防疫等因素影响 中国多地民生日用产品的价格暴涨 波动剧烈 多家公司声明称 这是因为原材料和运输成本 普遍高于企业的承受能力 不得已只有增加产品价格 本周成都居民周女士 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近期许多生活用品都在涨价 肉价比前一段时间 每斤贵两至三元 蔬菜的价格居高不下 今年连萝卜都要卖三元一斤 水果和日用品也都涨价了 这对家庭生活造成影响 评论人士何旭告诉希望之声 在最近几个月 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 出现巨大的剪刀差 这是因为工厂已经感受到了价格压力 但还没有把压力转嫁到消费者市场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 物价可能还会出现波动 尤其快到年关了 现在中共政府的防疫措施又那么不人性化 运输行业的工作者都在担心 赶赴异地后有去无回 这会继续推升运输成本 严重影响中国民众的正常生活 这几天 大陆官方媒体传出消息 在双十一购物节期间 民众网购的包裹 如果经过所谓疫区 在没有消杀的情况下不会发货 这又会增加运输链的压力 价格高耸 运输困难 最后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导致经济景气程度下滑 根据中国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调查 在针对社会经济进行的调查问卷中 有高达79%的年轻人表示 没有意愿生育 而富裕阶层普遍担忧 北京政府推动的共同富裕政策 倾向于转移资产或投资移民 香港媒体《南华早报》 本周刊载的报道指出 即使当局不断推动三台计划 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仍然很低 他们给出的原因是 会影响消费和生活质量 此外 在回答关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中 仅有28%的人群 预计明年经济状况会好转 而在今年第二季度 仍有37.5%的人 对前景表示乐观 报道指出 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局面 引发社会担忧 今年第三季度 中国房地产下跌幅度变大 有民营企业主指出 房地产和通胀的变化来得太快 这让投资市场迷失了方向 在人口增长前景不佳 经济增长低迷的情况下 中国年轻人近期的躺平 不婚等社会趋势 尤其引人关注 今年前三季度 中国新婚人口和2019年同期相比 大减17.5% 对此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警告说 年轻人的生育观念 已经因教育 城镇化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 目前的局面 对未来的出生人口 必然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本周 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市 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9月宣布成立北交所 到正式开市 仅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业界认为这个举动 并不会对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只能是政治干预资本的另一个现象 在北交所成立当天 多名北京西城区民众 接受台湾媒体采访 其中提到 北交所的开市门槛 对散户来说太高了 申请开通前20天里 需要有50万元人民币 在账户上不动 而对于机构投资者的准入 则不设置资金门槛 评论人士何旭告诉希望之声 在实体经济全面不景气的情况下 北交所显然不能为中国市场 带来多少活力 只能说是为北京政府 提供了机构融资的渠道 旅美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 梅凤杰对自由亚洲说 北京证交所会加强当局 针对资本市场的政治干预 目前中国经济版图是南大与北 北京证交所的加入预示着将来会有更多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向北方靠拢 他认为北交所实际上会加强政治对经济上的干涉力 而金融学者司令认为 北京证交所对外展示政府进行金融改革的假象 实际上中共当局近年加大金融监管 北交所也让当局进一步管控上市公司 进而扼杀中国资本市场原有的活力 美国10月零售额连续第三个月增长 这显示美国消费者在假日购物季节前增加了消费 美国商务部11月16日表示 在10月份 美国零售杂货店网络销售与服务业销售额 经季节性调整后 环比增加1.7% 网络电商销售增长4% 加油站的销售额增长3.9% 业界指出 支出增长显示出消费者正在为假日季节采购商品 但是近期的通胀问题正在导致消费者信心不断损失 10月份经通胀调整的零售数据将于下周公布 这个数据将会反映通胀对零售额造成的影响 彭博社报道说 在关注零售销售数据的同时 美国社会关于限制通胀的呼声越来越高 根据哈里斯民调对200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 现在有55%的美国民众高度关心经济通胀的影响 而有35%的人群说他们有些担心通胀 另有67%的受访者认为 通货膨胀和不断上涨的物价伤害了国民 政府应当减少支出和印钞 来防止通货膨胀 电动汽车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 本周抛售了更多的股票 根据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 11月15日发布的申报资料 马斯克再度出售价值大约 9.3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 对此美国会计师指出 马斯克除了用抛售股票缴纳税款外 还有其他的事项需要处理 这可能导致他卖出的股票要比预期的还多 在本月早些时候 这名世界首富曾经在推特发布问卷调查 询问是否应该抛售 210亿美元价值的特斯拉股票 结果数百万人支持抛售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 马斯克本周出售的部分股票 是9月份制定的交易计划的一部分 马斯克仍有数百万份股票期权 需要在明年8月到期前行使 CNBC的分析师 摩石会计师事务所 硅谷合伙人约翰逊认为 马斯克单独依靠抛售特斯拉股份 来支付期权税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真实的税费更高 约翰逊表示 对于马斯克来说 抛售股票的收益 还可能用于SpaceX 或者是其他私人企业 税收应当只是一部分考量 业界预计 马斯克将会继续在明年8月前 卖出股票期权 最终抛售的数额 可能要超出210亿美元的预期 最终可能会达到410亿美元 好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对财经会演节目的点赞订阅留言 也感谢您传播期望之声TV频道 我是李源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